我们现在出发去打新冠疫苗了 前两天在朋友的药店那边 预约了强生的新冠疫苗 它对亚裔的有效率可以达到7月4 起效时间是在28天后 可以达到100%预防住院和死亡 这个只要打一针就可以尖效了 比另外几种更方便一些 这两天也刚刚通过了世卫组织的紧急使用授权 我们现在到药房了 是在一家超市里面 一个小时之前 州长刚在这里打完疫苗 现在电视台的主持人正在外面现场报道 注射之前 医护人员很认真地告知了注意事项 填了一张表 包括个人信息 是否对什么东西过敏之类的 然后就准备打针了 可能是我的医生打针手法比较好 一点都没觉得疼 很快就打完了 然后会发一张疫苗接种的证书给我们 回家以后需要注意的是 不要喝酒 不要吃海鲜 不要吃药 然后打完针 当天晚上感觉还好 第二天还是正常上班 感觉有轻微的手臂酸痛 没有发烧 但是头感觉有点胀胀的 像是有点低烧 第三天就完全恢复正常了 现在美国的朋友们可以通过这个网站 输入ZIPCO找到你家附近的接种点 然后可以选择疫苗品牌 据说现在CVS不用预约 带好证件就可以直接打了 现在打疫苗的人越来越多了 相信很快就会恢复正常的生活了 希望国际机票可以恢复长假 然后回国可以不用隔离 期待海外华人能够早日与家人团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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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